有本事 整集全部掛蛋 我請大家吃飯 沒有人亮燈 有沒有這麼沒有掌進來 欣欣若口 五天空氣 抽到宋哥的掌燈 7550億 抽中免繳遺跡的管理費 你還可以再選擇一位 較喜歡的住戶 和你一起享受著的經驗 沒有 至少 我就是要救一個沒意義的 要抬我腳就救你的帳單 還就是要還我錢啊 全民新功率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白富大樓 來這邊請 請用糖果 來來 請用 謝謝 歡迎 歡迎回家 謝謝 歡迎回家 歡迎回家 我拿到那個什麼東西 我拿到歸零高 好高級喔 各位尊貴祝福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這棟財富大樓的 新任管理會的主委 曾慕春 好 這個在對的環境 跟對的人吃對的食材 還有恰到好處的料理 它就是最令人難忘的美味關係了 今天社區裡面的美食掏客狗妹聚會 我們聽看他們都吃些什麼 介紹第一位 白宮阿可師 徐小可 不要打我 第二位 好吃又好吃的主持作家 馬仕芳 歡迎 謝謝 第三位 愛小吃的體育主播 簡易嘉 歡迎 好 第一位 會燉飯的投資專家 林玉峰 董美食的醫藥記者 洪素欣 鍋碗瓢盆的收集狂 宋哥 馬仕芳 出好處了 謝謝 介紹一下 我的第一本 關於食物的散文集也好吃 這本書是關於一個 人到中年之後才開始 常常下廚的中年男人 對於做菜 還有對於家族滋味的一些 心得和分享 這本書保證你越看越餓 所以建議不要在晚上的時候看 你裡面用自己的角度出發 跟他分享自己做菜的經驗 對 對 因為疫情期間開始 每天關在家裡 就必須每天做三頓飯 因為這樣中年男人 開始學著下廚 但是中年人記性越來越差 做完菜就忘了 所以就要把那個記的過程記下來 非常好 一個挽救中年記憶危機的一個筆記 沒錯 熟溜變成了大家口口相傳的好聞 對不對 真的 希望這本書不受到大家喜愛 謝謝 謝謝 來 林玉峰 你今天寫了什麼書 謝謝 我出了一本 這個上班族實現財富自由的投資技術 不可能 可以的 我在當上班族的時候 就寫了這一本書 寫完之後呢 財富自由之後呢 我就離職了 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給很多人 idea 對 好不好 加油 謝謝 好啦 那有請官員會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長華 蔡主祕 介紹一下今天的大獎 那剛剛各位尊貴的主庫報告 在編集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寶氣墊雙人族 還有書面技能床墊組 多功能氣炸烤箱 還有智慧心保險箱 跟宜蘭開渡海景房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 來換取財力 智慧大風就是你 1分30秒 第一回合準備開始 24個信箱裡面 15萬的智慧心幣 讓大家一起來爭取 準備開始了 第一回合 益智開箱 請你主題 台灣傳統酒家菜 它的特色為大量使用罐頭 還是主要以日本菜為主 真的嗎 來 蘇清姐 我覺得應該是主要以日本菜為主 酒家菜大量使用罐頭 因為我記得罐頭之後 雷霸酸會用到那個螺肉嘛 那了不起在一個那個鮑魚 會有切那個車輪包 其他好像沒有什麼罐頭 可是你想說那都是酒 你為什麼會研究酒家菜 因為以前 跟妳的上班的環境有關係嗎 我以前這還真的是 但大家想應該也不是那方面 沒有 我以前當過是議員的助理 然後呢 有時候他們地方 我們那個地方 就稍微比較特色一點 所以有時候會帶議員 會有一些招待的朋友 會去到那些地方 主要以日本菜為主 請揭曉 你剛剛盧鼠家珍都講了一堆 對 可是當中也那兩個罐頭而已 好 大家想到酒家菜 的確它是日治時期就有了 而且它是在這種高級的餐館 才會有 通常它旁邊呢 還會搭配著 那非常有那個時代的一個風格 但其實酒家菜啊 它跟日本菜系 是完全不太相同的 它算是一種混血台菜 還有閩南 廣東 日式料理的特色 而且呢 因為在五六十年前 那時候物質比較缺乏 所以它會大量的使用罐頭來入菜 他們其實會用到菇類的罐頭啊 鮑魚的罐頭 還有瓜子雞 也會用這個瓜子的罐頭 還有呢 這個番茄肉醬等等 還有最經典的這個螺肉蒜 它也是用螺肉的罐頭 那它其實就成為了一個酒家菜 特別著名的特色 來喔 再煮 下禮 生炒和乾炒和這種料理方式 在進鍋之前會先醃製材料 請教他 宋哥 生炒 生炒會先醃製食材對不對 比如說生炒花枝 是吧 對 生炒花枝 生炒什麼什麼 蔥爆牛肉 牛肉應該也算是生炒的一種吧 但是在蔥爆 煮蔥爆牛肉之前 牛肉不是我們會先比如說 醃一些蒜頭 對 抓煙 再抓個粉 然後才開始去爆炒它嗎 生炒 請介紹 就這樣不要按 錯 好 如果呢 是一般的手炒的話 它其實就會掛糊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這個料就會先做過醃漬 那當它乾炒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乾香酥脆 略帶麻辣的口感 但生炒 它是不掛糊的原料為主 所以呢 它是把這個主料 放到這個廢油鍋裡頭 大概炒了五到六成熟的時候 再加配料 再加入一些調味 迅速的翻炒 那這種方式呢 就叫做生炒 我們開始 還沒開炒 還沒開炒 不著急 沒事 你們大家的帳單在裡面 你沒答對 也不會採的帳單嘛 對啊 也是 油本是整集全部掛蛋 我請大家吃飯 好 我們那一招 我們那一招 不是 那一招會 沒有人亮燈耶 對喔 有沒有這麼沒有掌進來 好團結的祝福啊 你們竟然有志一投 我隨便舉個例子 欣欣若狂 五天同志 舉個一名 再出下一題 台湾常見的川味牛肉麵 起源於台南林鳳瑩 還是高雄岡山 請講答 請講答 洪素晴 好難講喔 我以為馬世芳會按的 真的 我覺得應該是高雄岡山 感覺林鳳瑩是乳牛 岡山應該是肉牛 可是你都說林鳳瑩是牛了 沒有 岡山應該有牛 岡山是不是羊肉爐 羊肉爐 對 羊肉 沒有 但是我本來想說 林鳳瑩是乳牛啊 可能是乳牛淘汰之後 把他拿來當川味牛肉麵 我再強調一下喔 不能故意答錯 不要 太明顯被罰 太明顯了啦 郭純雙山 請介紹 好難喔 對不起 大家 如果破蛋怎麼辦 你正式跟我們道歉吧 真的 不然你要請吃飯了 在台灣有川味牛肉麵 但其實很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在四川根本就沒有這一位 那到底為什麼 只有原因是當初 其實國民政府撥欠來台的時候 有很多在四川成都的 空軍基地的這些眷屬 他們就駐到了高雄岡山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用四川皮屑 在製作豆瓣醬的方式 來釀製醬料 再拿這個豆瓣醬 做成紅燒牛肉麵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是川味牛肉麵 這也是台灣獨特的風味 對 其實去大陸吃牛肉麵 只有蘭州牛肉麵 沒有什麼四川牛肉麵 那是台灣發明 因為台灣人本來不吃牛肉 蘭州那是拉麵 以拉麵為主 所以牛肉是主要的主要食材 這個皮餡豆瓣是用蟬豆煙的 那到了台灣沒有人這樣做 所以他們就改變做法 所以味道也都不一樣 來 答對了對吧 吃不到飯了 請 選擇 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準備開箱 帳單 帳單 出責 好喜氣喔 這集好好玩喔 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啊 我們真的很生氣 沒有辦法吃到那帳單 收到宋哥的帳單 那肯定大筆 韓式燒烤配燒皮 七千五百五十七 該不會是一個人喝吧 很開心的那一種 舒婷 我覺得你今天有點衰喔 你什麼 第一個答題的是你 第一個抽到帳單的也是你 第一個答對的也是你 你今天很棒 三冠王了 很棒 大家都還在 是我們掛鈴還有希望喔 主委 因為我是負的喔 對 所以你破蛋啊 只是你是負的 我會讓他倒嶺啊 好...那你加油 回事 我們要重點喔 人生在努力些什麼 對 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為了那頓飯 妳有本事剛好歸零 我就服了 請出下一題 外形像松鼠 和口感似松鼠瘦 何者是江澤彩松鼠魚的特色 還沒 還沒啊 還沒 有喔 說喔 就妳 就... 可以了 就是你啊 洪素希 我... 外形像松鼠 請揭曉 沒錯 松鼠魚常常就是用黃魚跟桂魚 去做的一道將者名菜 那它做法其實還滿繁複的 因為它必須要先把它去淋 去塞 然後去刺 剖開之後 再劃刀進去油炸 連著這個整個魚 一直到魚尾 把它炸成了這個形狀 看起來因為形式松鼠 才因此得名 來 又答對了 不好意思喔 來 加油... 齊千 加油 有本事規定給我 加油... 妳一定要趕到齊千 加油 請選擇 我有那個創傷後證後證 七樓之三 準備開箱 齊千 恭喜 還有一段路 小小一段路 加油 還有六千 三百多 對 沒錯 沒錯 還有六千五 好 加了這一千 你還是赤瓶你知道嗎 好 請出席 吃潮山火鍋的時候 使用牛肉的順勢 應該要由肥到瘦 還是由瘦到肥 請選擇 馬仕芳 不能錯喔 快 三 三 二 一 有瘦到肥 這沒有什麼懸念吧 為什麼要由肥到瘦 我覺得是下了... 我自己的感覺啦 下了肥肉那個湯 就會變得比較油 那假如是吃麻辣鍋呢 沒擦因為那鍋本來就是油 但是潮山火鍋 好像比較清爽一點 我個人會喜歡由瘦到肥 但我不知道習俗上是怎麼樣 請揭曉 好 沒什麼答案 潮山火鍋呢 它跟港式打邊爐 其實非常的不同喔 像是港式打邊爐呢 它的口味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潮山火鍋啊 它通常呢 是用牛骨去熬的清湯 同時呢 它在乎了 裡頭的這個牛肉要先切 所以呢 其實從宰沙一直到上桌 不能夠超過六個小時 然後呢 它會用那種漏勺 去涮一下牛肉 通常它更在乎 要吃食材的原味 那它這個食材啊 吃法啊 也會比較清淡一點 來 恭喜馬仕芳 請 我都想好了 我要選水塔邊 八樓之一 你也知道它是水塔邊 對... 我就喜歡那裡 水塔邊 我就喜歡 開箱囉 可以 謝謝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手開記錄 非常好 再出一下禮 台灣蛋餅的起源 與日本軍人 還是外甥老兵有關 清唱啦 許小可 清唱到了 日本軍人 外甥老兵不吃蛋餅的 外甥老兵應該吃饅頭夾蛋 那我吃外甥 我... 奶奶 爺爺都吃 就是燒餅油條啊 那個饅頭夾蛋啊 那蛋餅感覺是 捲起來就好拿著 就可以啃著吃了吧 姐姐腳 怎麼可能 外甥老兵吃蛋餅啊 一定有原因 好 而且吃餅嘛 因為1949年呢 國民政府不前來台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外甥老兵 他們也改變了台灣的飲食文化 過去像台灣呢 是以米食為主 但是呢 外甥人他們很常去面食或餅類 所以剛開始呢 他們引進的是蔥油餅 後來呢 這個開始越來越豐富了 所以在蔥油餅裡頭加蛋啊 加一些料啊 才變成了蛋餅 那要講蔥油餅加蛋呢 所以蛋餅皮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吃餅嘛 對 吃餅 日本人誰給你吃餅啊 對 對不對 這個不應該 我也沒當過兵啊 可以啦 好 那黑魚呢 它的脂肪含量比較低 同時刺也比較少 營養價值比較高 比起來喔 巴鯊魚呢 它的水分含量比較多 而且它的蛋白質含量也偏低 來 來 準備 準備 準備開脫屏 好 我選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準備開箱 兩千五百元 恭喜 那個簡易家啊 是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好 有在參與 我都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媽突然間一晃成 都不知道你有沒有來 有在參與嗎 我們不用這樣 當然媽媽反應比較慢一點 這個很難按到耶 我不許你這麼說 好好好 唯母則晴 唯母則晴 啃到嗎 啃下去 請出下一題 炸醬麵有一個炸字 是因為炸醬上頭浮層油 就像炸過 還是製作的方式當中有油炸 請出答 我是嗎 因為上頭浮層油像炸過 請介紹 這意思 我沒有不知道 來 好 其實呢 炸醬麵啊 它呢 是在製作的時候呢 它在做這個炸醬的最後階段 因為比重的關係 它的這個料好像都沉在下面 因為油比較輕嘛 就浮在上頭 就會覺得它上面呢 有一層油很像炸過一樣 才因此的 來 請介紹 我要另外一邊的水塔 八樓之六 真的很像 那邊是水塔邊 你要知道一公大樓 只有一個水塔 那邊是那個點樓加蓋是吧 這邊就是鐵皮屋啦 鐵皮屋是吧 鐵皮屋可以 八樓之六有個問題 鐵皮屋 再給的去看鐵皮屋 鐵皮屋危險喔 開箱 這不是頂樓賽義區嗎 好搶運喔 厲害 很厲害 鐵皮屋賽義地 馬祖有名的老酒 它是以高粱 還是糯米為主原料 所釀製的酒 請教大家 宋哥 是以 馬祖喔 快 高粱 馬祖也有高粱喔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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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比於高粱呢 它是以麴跟麥做原料 去釀製喔 馬祖的老酒 它是以糯米為原料 而且大家會覺得很有趣喔 它叫老酒老酒 但它其實放的時間 一點都不久 它大概28天就能夠釀製而成 不過其實像是夏天天氣氣溫比較高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容易在釀的時候 讓它腐敗變酸 因此老酒往往都在冬天來進行製作 那大家會覺得它為什麼叫老酒呢 因為其實在福州話當中 教場的這個叫字 它的發音就像是老 所以它一剛開始是坐牢的老這個字 後來才改成了老 老酒並不老 老酒 這個迷思滿好的 冷知識喔 對 來 再出現 平日想要預防心血管疾病 建議可以補充魚油 還是阿斯匹林接著呢 林玉鳳 魚油 這個怎麼會 可是這不會 有這麼簡單嗎 有 有 有 因為我最近才剛做完健檢 健檢完之後就買了兩萬多塊的魚油了 還是它是騙我的 你買兩萬多塊魚油是回去泡澡是不是 沒有 就是每天要吃啊 請介紹 這個 阿斯匹林是什麼樣的內容 來 好 其實阿斯匹林呢 它除了可以消炎 解症痛 它同時呢 還有這個抗凝血的成分 所以在心血管疾病上面的用藥液 會用到阿斯匹林 但是很多人呢 會把它當成是互星的萬靈 但是可能是萬萬不可 因為它不能像是保健食品一樣 天天吃 也不是所有的人的體質 都適合吃阿斯匹林 因為它裡頭會有滿多的副作用 是 來 七樓之一 準備開箱 恭喜 準備脫平 六千元 十八秒大概還有兩題左右 各位 加油 請出題 綠豆泡是台灣結合 日本盒果子還是北京綠豆糕 製作技術的典型 請看到 綠豆泡喔 來 漂亮 一家 耶 終於 綠豆泡喔 被打錯了 來 你不要錯喔 綠豆泡喔 快 日本盒果子 日本盒果子 請揭曉 非常好 耶 好 這個綠豆泡它的起源 在台中豐原喔 接著了以前本來就製品業 非常的發達 那後來因為日治時期啊 為了要迎合日本人的口味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點改良 就隨著 洗了日本盒果子的方式 把這比較甜的鮮料放進去 然後縮小了本來餅的尺寸 就變成了現在的綠豆泡 來 剪一下 準備開箱 七樓之舞 準備開箱囉 上課 好 五千元 現在就差 蘇青姐是赤平啊 各位姐 你那付的六千不知道付到什麼時候 徐曉可 跟我一起玩嘛 徐曉可 我有玩的題 最後一題 看蘇青姐跟徐曉可誰搶得到 起 主題 春袋翹腳牛肉 最初是給富貴 還是貧窮人家使用的美食 請跟他 都不是 簡易壓強的 來 貧窮 會翹腳的 不都是富貴人家嗎 我覺得富貴人家 可能他們比較有家教 所以不會翹腳 貧窮人家沒家教 不是 沒家教 完蛋了 他們比較隨興 貧窮人家比較隨興 對 隨興一點 所以吃了會翹腳的 應該是貧窮人家囉 對吧 不是 就是比較 這挖洞的 他叫很厲害 比較大啦啦一點 好 沒關係 馬上就叫大啦啦 對 他都會想到同義詞對不對 換個說法 翹腳牛肉 是不是貧窮人家 食用的美食情節腳 很好 很好 好 翹腳牛肉它的起源 來自於四川的樂山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呢 這個要趕集的人 他們身上都會背了重物 所以常常在這個趕集的路上 會吃工作餐 那在吃工作餐的時候呢 當然不可能吃太貴 所以翹腳牛肉裡頭 往往都是放一些牛雜 都是牛的這個肝臟之類的東西 那同時呢 他身上可能背了很多的貨物 所以他也不方便 坐下來好好吃 往往就會站著這樣 有點半蹲啊 或者是翹腳的方式呢 趕快快速的吃完 才讓他呢 因此得名叫做翹腳牛肉 請選擇 五樓之二 我們開箱 八千八百元 好 好 逆轉勝 很厲害 八球 報告大家的成績 豹可 淡薄名利 代表繼續加油 馬仕芳 一萬七千元 簡易家 一萬三千八百元 林玉峰 六千元 肅清姐 副的六千五百五十七元 宋哥 兩千五百元 兩位暫時領先的是 簡易家和馬仕芳 鼓勵一下 歡迎各位祝福來到第二回合 答題時間一樣是一分三十秒 但是 總的智慧新比 已經增加到了二十萬 所以裡面有一半以上 都超過一萬 這些領先的都不叫領先 隨隨便便 你看 簡易家才打幾滴 就一萬三千八了 所以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蔡主秘 請出帝 流行飲食法 阿金飲食 它是以降低澱粉 還是脂肪的攝取 搭到減肥的目的 請選擇 馬仕芳 你知道啊 脂肪 是脂肪嗎 請選擇 那阿金是誰 蘇菁姐 蘇菁姐 你認識阿金啊 就是現在大家很多吃的 生酮飲食就跟它很像 就是大量的用脂肪 然後把澱粉盡量去除 這個阿金飲食法呢 它是來自於美國的一個 心臟病學專家 那提出的一個這個飲食的概念 它分成四個階段 基本上的 這一開始就是要告訴大家 第一階段叫低醣飲食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 大概只十一到兩成 那的確大概有六到七成 是在吃脂肪類的東西 後來雖然不同的階段 來做一些調整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吃法 的確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有滿多人說 照個阿金飲食法 可能會容易造成 這個冠狀動脈的阻塞 甚至會造成 心血管疾病的加劇 所以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論點 在互相爭論著 再出 下一題 古老肉原名古滷肉 是因其使用古代流傳的滷汁蜜蜂 還是它的滷汁可以循環使用 請搶它 徐小可已經搶到了 對 漂亮 來 滷汁可以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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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請揭曉 漂亮 好 那菇薯肉呢 它其實啊 就是它的原意是古滷肉 就是因為它的滷汁呢 難怪不斷地再去使用它 所以它就是用老滷 那裡頭呢 通常會有羅旺子 所製成的滷汁 那它呢 它的酸味 本來是來自於這個滷汁 但後來人呢 為了讓它更增加 它的這個酸味的風味 所以就用了番茄醬 讓它吃起來有點酸甜感 來 小可 八滷汁 開箱 一萬六千 超強 太厲害了 原來你花一個回合休息 是為了震助我 我沒有休息 我怎麼在按鈴 一加固就到第二名了 有 你看看 再出 下一例 請下答 馬斯芳 吐托魚是由 日本人引進台灣 吐托魚的大北營在哪裡 它是海裡吧 我說在台灣 在台南吧 海裡 海裡 對啊 海裡 大家說是在海裡 我們 我們很有默契 對啊 我們要跟 一口同聲講 海裡 沒有 土托魚可以用種的 土托魚應該不會在土裡 用種的 用種的 它應該會在海裡 我是說以台灣這個地方的版國 土托魚是北部人吃的 還是南部人 南部人 南部人吃的 南部人 什麼人經營南部最多 荷蘭 因為那時候攻打的時候是 先佔你 高手 是不是日本人請介紹 土托魚 土托魚其實是在和制時期的時候 說不撈到的魚種魚種 所以那個時候的念法可能是 這個 Duré Du 或者是 Bonito 那它的音譽過來 聽起來就是跟土托 非常的類似 然後他們就會把土托魚 進行油炸之後 再加到羹湯裡頭去 也變成現在的 非常經典的南部美食 來 請出下一題 蘇邦菜著名的菜是櫻桃肉 它的原料是鴨胸肉 黑是豬五花 請說答 錢一家 鴨胸肉 請介紹 是不是現金 好 你知道嗎 其實櫻桃肉這道肉 很常設定在乾隆皇帝的玉膳上面 那它是因為有一個蘇州大廚 做給他吃的 他是用那種肥肥的五花肉 然後他用刀子就是 切出這個刀工 是只有落在肥肉的部位 瘦肉是不把它切斷的 然後在過去的做法 是用溫火霧一整碗 但是現在可能會直接去油炸 所以那個皮的部分就會收縮 就像是一粒一粒一粒 炸過的這個櫻桃的樣子 所以櫻桃肉 它裡頭沒有加櫻桃跟肉去煮 而是形似櫻桃 但非常好吃 所以才稱之為櫻桃肉 來 再出下一題 古早味 三色軟糖 它是紅 白 綠 還是紅 黃 藍 顏色組成 請教他 嗨 宋哥 吃過三色軟糖嗎 有 有吃過 它是紅 白 綠 過年的時候都會出現嘛 請揭曉 掌聲鼓勵 好 因為我們館館會呢 賺了一點錢 所以就請大家 來... 三色軟糖 這個幼兒圓都會吃 真的是紅粉耶 超正的 大家一邊吃一邊聽 我講解一下 這個三色軟糖 其實是非常古早味的一種味道 那它這個三種顏色呢 其實我們都會一口吃 不要一口吃 我們分開吃 就會發現它的味道不太相同 紅色的那個地方是最甜的 而且它有一股香料味 白色是最沒有什麼味道 綠色是薄荷味 然後這個軟糖的也被大家勾勸是 現在過年大家覺得最難吃的湯 你知道嗎 那你還不知道主委會賺點 對 主委會最難吃的湯 你一定要我整個吃完的時候 你才講什麼 可是這個... 這是日治時期 有錢人才能夠吃的 它還有一層糯米籽 可以吃的 那就用糯米籽了 香蕉有的味道 它不是糯米籽 它是玻璃籽 它是塑膠 害人 好... 對 它是塑膠 以前是剛剛 剛才這個答對了沒有 答對了 來 宋哥 請選擇 七之四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準備開箱 九千五 現在已經六家有四家上個破萬了 那個還沒脫貧的朋友 加油了 好... 請出下題 今天是美食青蛙下蛋 它早期加的不是粉圓喔 而是西谷米 還是三粉圓 請教導 宋哥搶檔 來 早期不是加粉圓 它是加西谷米 西谷米 三粉圓 請介紹 每次你們安投都說我會的 你們... 好 青蛙下短指台灣的夜市 住民小吃 那它其實早期放的 並不是粉圓啦 它其實是用這個三粉圓 那因為它看起來 就像是青蛙下的蛋 那所以大家才會因此得名 而且早期它其實是用糖水加奶精 後來才變成我們現在 很常喝到的鮮奶裡頭加珍珠 請出席 類似北部黑白菜的 嘉義古早味點心 我們稱為香腸肉 還是滷熟肉 請拿 徐小可 滷熟肉 滷熟肉 請介紹 好 不夠 好 在南部呢 他們獨特的美食就是 香腸熟肉或是滷熟肉 基本上就是滷熟肉 它跟北部的黑白菜不太一樣 它除了有很多的 這個內臟類的東西之外呢 它其實呢 也是一道非常考驗 老闆的區務樓菜 所以它可能有十幾二十種 不一樣的配料喔 然後呢 從刀工到製作 各種的這個種類都有 再加上了這個蒜蓉醬油 口味一句 徐小可 五樓之四 五樓之四 凱箱 來 好漂亮喔 厲害喔 厲害 妳真有妳的 好厲害喔 剛剛在後面叫我們都不要搶答 沒想到 第一輪我都是這樣耶 只有你們都在拍 為什麼不搶啊 因為就是 他剛才說 這一個節目可以讓大家知道 你們腦袋裡面 裝的是多少東西 然後我們一口頭聲就說完了 腦袋裡面都沒裝東西 不是三分圓 你們今天是 今天是讓我意外的是肅清 沒有 他們很炸 因為他們本來都說 他們要拍旁邊啊 沒有 沒有 姐 不是我們 是徐小可 我會的 他們都給你們 都搶走 是徐小可 別這樣 姐 是你破壞了 當初他可以請頓飯的規矩 好嗎 對不對 先破了 妳怪他了 不是 我的錯 我請你吃 請出下題 澳門名產杏仁餅的主要原料是 綠豆還是花生 請起來 蘇星姐 妳真知道 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妳搶什麼 妳剛剛都說妳知道 對啊 現在妳又說妳不知道 就是說我知道 妳們不讓我愛 我不知道 妳們偏偏讓我愛到 妳要搶個參與感 對吧 是 說話 好吧 那以顏色來看 決定它是花生 對 花生 請揭曉 好 杏仁餅 妳怪什麼 我們全都怪什麼 好 杏仁餅它其實是綠豆為原料 那它是用綠豆粉製作的 只是因為外觀很像杏仁 所以才被叫做杏仁餅 那其實基本上最初杏仁餅 是用綠豆磨成粉所做的 請出題 來 早期送日本引進製作的脫水麵包 就是現今的草莓麵包 還是蘋果麵包 請介紹 請介紹 好 一定是 好 蘋果麵包 其實在這次時期傳入的時候 它叫做脫水麵包 它吃起來口感比較紮實 而且有點小麥的香氣 但你想喔 一個麵包叫脫水麵包 聽了誰想吃啊 所以他們後來那時候就覺得說 當時很貴的水果就是蘋果了 只有有錢人家才吃得起 大家都會覺得 蘋果是一個高級的東西 所以索性就把它改叫蘋果麵包 然後加了一點點的新配方進去 但裡頭絲毫沒有蘋果 但是就因此熱銷 所以取名字很重要啊 來 宋哥 我選五樓之一 準備開箱 林奇方方嘛 音樂好特別 這音樂... 妳要收金還是收贏 我要收贏 請支援收贏 妳真的太幸運了 我們 抽中棉角一技的管理費 我們退八千給妳 好棒喔 另外 另外 妳還可以再選擇一位 較喜歡的住戶 和妳一起享受著的幸運 所以她也得八千的意思 真的假的 妳想把八千分享給誰 想讓她脫貧的素卿姐 讓她脫貧的素卿姐吧 是不是 妳給她是對妳最不造成威脅 對啊 其他東西的那個啊 不是嗎 不是說妳救她沒有意義的嗎 沒有 我就是要救一個沒意義的 是不是 為了錢 有些話 她的心力就好了 誰叫說 誰叫妳一開始就壞了規矩啊 好 所以八千救她 我救她 好 八千給她 來 兩個人各加八千 這要尊親目的對不對 好可憐 還要二十秒 剛才我繳得就妳的帳單 本來就是應該還我錢啊 現在想到 他現在想到 他好用住戶喔 他走心了 好像住戶啊 好像住戶 不是 剛剛宋哥一付給人家恩惠一樣 對... 他要給妳... 壯單是妳的幫妳付的 真的 真的好像我們社區在開會 好像 阿姨不要緊了... 不是這樣說的 不要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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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我們要不要緊... 好啦 各位祝禍 我們剩下二十秒的相處 各位保留最後那一絲絲的溫存 好不好 我們也只剩下二十秒的緣分 估計最多也就兩題了 好 請出 下禮 廣州糖水雙皮奶 它是用乳牛還是水牛的奶 燉滾 凝固製成的 請下拿 來喔 淑欣姐 水牛 不用...不用乳牛啊 我印象中是這個答案啦 是不是... 我不敢多講了 水牛 猜的 請揭曉 好 像是我們去這個香港啊 華南地區啊 都很常會喝到那種雙皮奶喔 那其實雙皮奶的做法呢 就是奶在滾的過程當中 當它的這個表層一遇冷 它就會凝固 結成了一層奶皮 所以它在製作的時候啊 會先把水牛奶放到石具當中呢 然後燉煮 然後放到小碗裡頭呢 讓它凝固變成一個奶皮以後呢 再輕輕地倒出裡面的牛奶 讓這個奶皮留在下面 接著呢 再把倒出來的牛奶 做過處理之後呢 倒進去 本來裡面已經有下面一層 奶皮的這個碗當中 就會形成上下 各有一層這個奶皮的雙皮奶 素卿姐 請選擇 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鐵皮屋 好地方 隨便開箱 一萬個 除了林玉峰之外 全部破萬喔 很精采喔 好讓人喔 目前徐小可已經篤定晉級 下一個不要按了 你休息 你就這樣按就好了 讓他們變 好不好 來喔 請出最題 東北家常菜第三仙 第三仙指的是 馬鈴薯 茄子和小黃瓜 還是青椒 請就答 我看他只要答對了 馬斯芳應該就不見了 但是很難講 因為你差了快六千 來 茄子家答案是 小黃瓜 對 你答錯了 你答錯的話 等於就保送宋哥上來 小黃瓜 請揭曉 好 要跟大家說第三仙的製作方式呢 就是有當地的三種的食材呢 他們經過了油炸 炸熟以後再加這個醬汁一起炒 那是哪三仙呢 就是茄子 馬鈴薯以及青椒 你剛才用說的對是不是 對 我有嗎 真的 真的是對 我有嗎 有 可惜了 時間第二回合結束 三萬六千元的徐小可 一萬九千五的宋哥 一南一北 恭喜 獲勝 恭喜 恭喜 請他們兩位進入到冠軍 喬賽賽 你們兩個差距算是目前 目前這一陣子以來 算差距比較大 因為這裡面 現在在第三回合 二十五萬的智慧新幣 只有這三層樓 六七八的三層樓 這十八個現象 有三萬的 有兩萬以上的 大概有三四個 現在領先的人是徐小可 請問 先打後打 先打 徐小可先打 冠軍爭奪賽 請出題 李子 請接球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好 徐小可選到兩萬以上 大概就不用玩 準備開箱 好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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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保留吧 保留 路障 這個落差大囉 加油 我說裡面有三萬 不著急 這三萬一上去你就五萬了 離他很近 來 聖誠哥準備 請出題 優格和鮮奶 喝著比較常被當作是 印度料理嚴重的材料 優格 還響咧 浪費了兩秒 你看早就出來了 請揭曉 當然是優格 這個印度料理這幾年 這三五年特別紅 特別紅 來聖誠哥 請選擇 我選擇八樓之二 好為難喔 我也剛好用換了吧 一萬四千五 剛好在門檻上 對 一萬四千五加上去的話 你就三萬三耶 三萬四耶 不拿白不拿 對 我覺得要 我先保留好了 因為誰知道下一集 要不然落差很大 對啊 先拉近一下 先保留 一位四千五加 這樣子差兩萬 兩萬二 還有機會 聖誠哥準備 請出下一題 客家菜包內餡通常是 蘿蔔絲還是冬粉 冬粉 客家菜包耶 我不是客家人 我 你是客家人 請揭曉 冬粉 裡面包冬粉的通常都是外省人吃的 對 韭菜喝 我吃的都是冬粉 那你還 客家 客家菜包 蘿蔔絲是很重要的元素 你這太可惜了 來 達理選轉移 宋哥有機會了 請以助理 在台灣龍井茶 產地為台中龍井 還是新北三峽 台中龍井 他就是大陷阱嘛 龍井出龍井 請揭曉 就是大陷阱嘛 哪有那麼直觀的 徐嬌哥準備 謝謝主題 中菜燻鍋三寶 是醬油米酒和香油 還是醋 醋 醋 燻鍋耶 醋很嗆對不對 很嗆 請揭曉 你幹嘛這樣講這樣子 請選擇 七樓之三 你指望他抽到一萬左右 對啊 要一萬以下 他今天運氣很好 對 他今天運氣超好 對 還可以耶 一萬兩千 好 好 要不要拚 不拚 不拚啦 你今天答題運還可以啊 不拚嗎 差不多到... 我告訴你 我現在有毛口的地方 都是水耶 你說啊 他是不是個死沒出息的 他真的沒出息 而且我很氣 他運氣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沒出息 我真的沒出息 我人生這樣我拚什麼 不是 多拚一提 笨一提 不是這樣嗎 算了 確定 就這樣 你還有兩題喔 不一定都會對 沒事的 沒事的 一萬兩千為止 收 收了啦 收 有錢還不收 剩下十五秒就休息 看他表演 你有十八秒 你答得快搞不好有三題 好 懂我意思嗎 你還有一次可以保留 找一個大的金額 可是他有機會贏嗎 他已經沒機會贏了 有啊 還有三萬的 有三萬的 三萬也才六萬四啊 怎麼贏 可是漢路有 有兩次的嗎 他已經保留一次了 我們有一個三萬多的 我記得 就算三萬三也輸啊 舒欣姐 你是不是急得 還有下一場要輸 沒有 那個剛剛的帳單 你還在記 漢子巢 我還你了喔 沒有... 我們是一般觀眾提出的疑問 大家冷靜 拚拚看嘛 你要知道 長個子又長腦子又不多啊 真的耶 來吧 你現在不答題幹嘛 反正你也吃飽了 對不對 剛才從頭吃到位 對啊 這邊怎麼會吃掉 他一路吃了 準備宋哥的下一題請出題 今天蘿蔔糕的重點是 熱鍋多油還是熱鍋少了 熱鍋多油 請揭曉 請選擇 我選... 七樓之一 七樓之一 一 哇 怎樣 我覺得很精采 我跟你講 這個加 我真帥慘了 這兩萬八加進去多少 六萬二 六萬二 帥慘了 我覺得高分落敗也帥 怎麼會這樣啊 這好像真的很多東西 你給我吃了 等一下 現在十二秒你有兩題 兩題啦 反正也是輸 你要再拚嗎 讓大家多看你的採訪 拚啊 拚啊 放棄 再出下一題 指的是有無慮 還是多災多難的生活 多災多難 好 你猜得... 真的還有下一題耶 真的假的 你時間把握你回頭看 還有六秒 剛好有下一題耶 請揭曉 床號鋪滿的玫瑰 不覺得蠻浪漫的嗎 我覺得很刺啊 它只有花... 最後一題 嬉皮笑臉 請出下一題 藍語的英文是Flying Island 還是Orchid Island Orchid Island Orchid Island Orchid Island請揭曉 哇 你抽三個給我看 那我就抽一個 八樓之舞 妳好放鬆喔 幹嘛 被保留了 太早留了 他太早留了 一個兩萬八的三萬 五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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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八超越了沒有 一定超越啦 因為他本來一萬九千五嘛 對啊 兩萬八的三萬 超過 六萬九 七萬 贏 我不是雞皮疙瘩 好扯 好扯 宋哥才是真正財富自由 很少耶 很少耶 財富自由 你的靈感今天非常好耶 高分落敗 今天真是帥才 你好玩 我覺得很精采 超爽的 超爽的 六萬八千五 好厲害的後來之上 十二哥可以得到什麼禮物 好 我們要送給你的兩項大獎 一個是 復原來指揮館SPA 雙人行 這位講究重視品味著量身規劃 打造精緻整體的SPA體驗 十二種神心的每一個角落 深深療癒的殿堂 盡情享受 豐富健康心靈之美 另外一個是 愛歐多功能氣炸烤箱 結合了多種的 餐廚家電的功能 內建二十一個行程 讓你的烹飪更輕鬆 有慢煮發酵烘焙 還有氣炸料理 跟低溫果乾寵物零食 烘烤炸煎煮 都能夠簡單上手 全部送給你 漂亮 謝謝 超讚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你想要打開金戶的 致富密碼嗎 怎麼知道它呢 這段周圍每天晚上九點鐘 就在全民新聞裡 掰掰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 好耶 按讚 來看看 居然 能力更加快